随着5月31日 疫苗通行症第三阶段实施 不少人争取时间接种疫苗 但也有医生争取时间 密密手帮人开免针纸赚大钱 完全没试过看医生会是这样的 很想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已经很焦虑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 他光顾那位医生 诊所位于深水埗 外面看同一般诊所无疑 但走进去呢 接待处母姑娘帮人登记 残疚的病历卡 摄在櫺子上 几张药丸就这样扔在桌上 诊所的陈切也一片混乱 这样的诊所真是第一次见 原来Kelly在三月头确诊 打去卫生署热线上部又打不通 康复之后 见到疫苗通行症快要推行 但自己又不能打得斟 于是就经朋友介绍 找了这个医生写一张证明 是什么类型的证明?是什么? 康复者证明 类似豁免不用打针 我就说我之前打过电话来的 我跟你说过我是曾经是确诊者 我想补一张康复者证明 接着他就说 康复者证明我们不可以开给你 他说但他也可以照样出 不知怎样的免针指给我 可能因为Kelly 当时还未能上部卫生署 所以没办法开康复者证明给他 不过医生万事有商量 说可以换一种方式开 但是就有条件 他说你要写什么身体不舒服 才可以开给我 但我没有身体不舒服 然后他就说 不当数人就会说 什么心脏不舒服 他有没有帮你查过身体 或者问你拿病历之类? 完全没有 他说他写 我觉得是写出来 因为我完全没有不舒服 也没有任何检查 就这样写给我 没有检查 作个理由开免针指 已经够荒谬 他还要狮子开大口? 他打了报告才收我钱 他说收我五千五元 但可能那一刻 看到我可能有点害怕 因为我听到五千五元 我就觉得这个价钱很不合理 而且很贵 他说打个折给我 就收我四千六百元 要我给现金 但那一刻因为我身上没有太多现金 他说一定要我付六百元现金 我就给他了六百元现金 然后就赚了四千元帐给他 整个过程 只是十分钟都不用 竟然要收成几千元? 如果Kelly指控属实 他这样的做法 简直是没欲医生的专业 为了求证 我们首先打电话去打探 又去男士接听 这里有没有可以拿面芯纸? 有 对,要你尽量面芯面膜去做 有三千多到八千多都会有 那个人跟他在面芯面膜 我在想要打探 打探 电话里面的是不是就是那位医生? 这天我们假扮来买面芯纸的顾客 踏上诊所 下午四点多 诊所没有开灯也没有病人 眼前只见到一个年约六十岁 穿着戏装西裤的大叔 很滋阴地坐着吃蛋卷 看来他就是医生了 我们就开门见识问他 我想问你这里是否有得拿面芯纸 是 你看到有点湿疹 但其实我之前吃东西 上面也没有敏感 但我怕打針后 其实会否也能打探 如果我真的没有问题 他会否说我这样 敏感 可以写敏感 有没有其他健康问题吗 没有 就这样敏感 就这样敏感也可以 你会否帮我看看 有没有其他问题 最好有多数个问题 没有登记、没有看病历 没有查医健康 也没有要求我们做测试 只是说最好有多数个问题 难道要作出一些问题? 当我们再问 你问这么多 如果之后你不做 我都会收成金 收你350元成金 但如果我真的做的话 收多少钱 他免得三个月 90天 3800元 3800元 如果我想再久一点 因为我怕迟些 他真的会全部禁止 那是180天 7800元 7800元 但你会否帮我 再放在政府的地方 因为是可以用安心出行的 是吗 但要现金还是什么 还是要绿琴 或者户口过数 户口过数 那你就去吧 我们以需要考虑为理由离开 半个小时之后 再派另一个同事去过 这次诊所有人了 一个在谈,一个在等 听他们的对话 都是来拿免针指 终于到我们了 同事就娥清 帮无病无痛的家人问 那他不想打针 他没有什么病 我听朋友说 这里可以帮他洗脏子 是否可以 要是可以带他来 他不打针的原因是 他不想打 他看不到 你有个原因 你有个原因 如果我说他 他濕疹呢 有些敏感 敏感就行 又是敏感? 医生你又没有新意 大叔知道他做很多详细检查 因为他找很多医生 人们不肯帮他写 那你帮他 六个月就要7千多 一定要作个理由给他 他很轻微 他很轻微 先生 你不可以说不打 我们不喜欢打 说你要给个健康原因 你给了健康原因 你又不要再缩辑 就说没有原因 明白吗 医生 我們真的不明白 原來給你幾千元 就算無病無痛都可以拿到免針指甲 人家正常程序是否這樣 可以判斷 看回政府在網上公布的文件 說衛生署已經向私家醫生發出指引 列明不適合接種疫苗的醫學原因 醫生在考慮簽罰豁免證明書時 需參考衛生署的指引 並遵從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 根據臨床判斷 就病人是否符合清單上 不適合接種的原因作出臨床決定 而豁免證明書的預設有效期為90天 視乎醫生臨床決定 豁免期可以多過90天 但卻不能多過180天 不過這個醫生一來 就讓你選擇三個月還是六個月 明顯不是看病人身體需要 而且收成幾千元開張免針指 又合不合理呢 好像醫學診症一樣 一般都有一個醫生收取的費用 例如幾百元就是一個診症 我們上網找找這位醫生的資料 看到他劣平如潮 橫跨2012年至2022年 全店只有一個人工作就是醫生 診所環境差 連雙手都未消毒 也沒有戴手套就幫我打針 正常人看到門口也不會進去 那次真是病得傻了 還一律都說他態度有失 醫得有損,絕對不會再光顧 而Kelly在慌亂之中 在她手上拿到一張免針指 都一直擔驚受怕 擔心自己不知道會否犯了法 因為出了診所之後 我有去過商場 那一刻我已經使用過 之後知道這張醫生紙 可能會有問題的時候 就會擔心自己是否犯了法 所以之後我也不敢用 於是我們帶上Kelly 一起上門找這位醫生對質 你好,醫生 我們是東張西望的 因為這位小姐之前來拿了一張免針指 你說她是有心臟病 但其實她沒有 你有沒有甚麼回應 出去,請你出去 但她其實沒有心臟病 為甚麼你會這樣寫 這樣算不算是違規 先生,請你,小姐請你走 出去,出去 是否任何人都可以… 你瘋了,脫掉我 是否任何人都可以開到面針指 脫掉我 你有甚麼想回應 醫生即時遮臉,走進診診室 我們也繼續嘗試追問 但是你是那張紙… 我沒有跟她說過 但你是不是寫了她的心臟問題 不知道…我不懂 麻煩你出去 當初你有沒有看過她的病歷 我叫她是親人 你有沒有… 書是寫你的病,你的醫護所 但你有沒有看過她的病歷 或者幫她診證過 醫生只是罵,但就不回答 而診所內 懷疑來買免針指的人都急急離開 這裡是醫生的病歷 小姐…你是不是拿免針指,小姐 剛才我戴上去給你們 我們已經是診診診 醫生還忽然發惡 你不如… 我不如… 你怎麼發惡 是白痴,你臭的那個白痴婆 說東西,你… 我那個是白痴婆 繼而用手機拍攝我們 每一位工作人員 忍著我,不怕的,不怕的 如果你回應,大家都清楚這件事 攝氏醫生激動的舉止 還嚇怕了Kelly 要一段時間才平復到心情 事後,我們就事件去信醫務委員會 回覆說,香港醫務委員會 不會就某情況所引起的 專業操守問題 為個別人士提供意見 如果市民希望向醫委會 作出任何和註冊醫生 專業操守有關的投訴 可以透過他們的網站 根據投訴程序進行 事實上,免針指 是為了方便有需要的人而切 如果被有心人用作斂財工具 實在令人憤慨 麻煩